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求主带领我们 但是感谢神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产业 哈勒路亚 离开旷野飘流的时间 进入应许之境 哈勒路亚 有一个牧师 主日崇拜完了以后要请一个弟兄祷告 但是忽然之间他忘了那个弟兄姓声 只知道他的名字跟他的那个 他的信跟动物有关 所以这个牧师就想了老半天一直想 这个这个这个到底叫什么 信什么来 后来他就想一想 大概信杨吧 杨弟兄请你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然后几分钟都没有人回应 好 这牧师想大概不是杨弟兄 大概是朱弟兄 所以他说朱弟兄请你带我们祷告 一点时间过去的也没有人 糟糕了 他说 应该是什么 好了 我们请马弟兄带我们 结果也没有马弟兄 后来这个牧师正要讲的时候 这个牧师把这个弟兄就自己站起来 他说牧师我是熊弟兄 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上了年纪以后 很多事情被忘记了 对吧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 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上了年纪 有三个症状 你可以判断他已经上了年纪了 三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 就是他常常容易忘记事情 第二个症状 我忘了 所以你也知道我上了年纪 All right Let's pray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 这个美好的下午 我们一起聚在这里 来敬拜神 在这里 能够享受于主的同在 能够在这里 在神的话语里面 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学习 主我深信 你对我们的教会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 主要愿意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命定 你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旨意 都要成就 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应许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利 Amen 我要跟各位分享几个礼拜节 我再二位分享信仰 那一天的讲道正好跟Pastor Evan 正好是同一个题目 也同一段经文 所以我就觉得圣帝的带领很奇妙 我也没有跟他讲我要讲什么 他也没有跟我讲他要讲什么 但是神给了我们 同样一个一段经文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 神会有很奇妙的带领 Amen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新酒 新皮带 新酒代表圣灵的工作 新皮带代表了你跟我 Amen 所以耶稣说没有人把新的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 只有把新酒放在新的皮带里面 因为如果把新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 那个旧的皮带会怎么样 会破 为什么 因为酒会发酵 一发酵了就把那个旧的皮带给撑破 所以这个新酒也没了 旧的皮带也没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生命要常常被主更新 我们的生命要常常被主改变 好 每段的经文十六九段 第二章第44到47节 我们一起来议这个的经文 有吗 好来 我们一起来议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共用 并且败了田产 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性和异 行见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获病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法 赞美神 得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数 天天夹给他们 我在这里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色 应该 换句话说 每一个教会应该都是被圣灵充满 阿们 那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第二章 十五九段第二章 44到47节 告诉了我们一个初代教会 当时的状况 那么我要从这里 跟我们一起分享 也盼望 初代教会 他们有的 Lavine也应该都有 阿们 第一 他们是充满神恩高的教会 十六七段第二章 第42节 43节 我们再一次 有吗 十六七段第二章 42到43节 我们一起来念 都谎心 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或比 祈祷 众人都聚 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我们回去看 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使徒们在初代的教会里面 讲到非常有恩告 而且非常有能力 而他们不单是有能力 神用神迹奇事 见证他们所传得到 所以换句话说 每一次当他们讲到的时候 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发生 因为神要用神迹奇事 见证我们口中所传得到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容许我这样讲 一个教会 如果没有神迹奇事发生 这个教会 需要好好的祷告 阿们 因为神会 神应许我们 不管我们传什么 他要用神迹奇事 来见证我们所传得到 所以你看到 初代教会 门徒们 使徒们 不但有恩告 他们有胆量 他们有能力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最明显的一个记号 就是他们充满胆量 听懂姐妹 这是你看到 整个使徒行段里面 你最常看见 充满胆量 没有什么他们害怕的 没有什么可以叫他们的 心里面畏惧的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定是充满胆量的教会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 其实 他们都是无学问的小民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是uneducated 他们没有任何的学位 他们没有丰富的解经讲道 但有一点是他们有的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 被圣灵充满 所以他们讲道呢 远比犹太的拉比 远比犹太的文士 更有恩告 更有力量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众人就吸取 他们所传得到 哇 这群没有念过书 没有上过解经访 没有上过神学院 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是一群 没有读过书的人 但是他们口中的望 最充满的这种能力 所以听众姐妹 众人都吸取 他们所说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的教导 他们的讲道 跟拉比 跟犹太的文士 是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 听众姐妹 我要说 教会社会不好 没有关系 教会的节目 比不上别人 也没有关系 但是教会的教导 一定要有恩告 教会一定要看见 神经其实 发生在我们中间 阿们 众姐妹 你期待吗 你期待这次来做礼拜 你期待神彰显在这里吗 你期待圣帝 在每一天 你我的生活当中 显出 他是那位满有能力的神 哈利路亚 所以众姐妹 我要再说 New Life 是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阿们 好像来得有点慢 好像有点华丽 众姐妹 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这次买礼拜堂 就是神迹奇事 有人只有十万块钱的存款 买四百万的建筑物吗 众姐妹 我告诉你 这一切所有的成就 我们只能说一件事 是上帝做成的这件事情 上帝是不可能的 成为可能 在短短的三个半月里面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 所有一切的需要 阿们 所以众姐妹 对我来讲 到今天 我们结束了最后的时候 我都觉得 我像一个做梦的人一样 因为我想都没有想到 所以众姐妹 我们的神是那么真实的神 我容许我说 如果你来做礼拜 每个礼拜 你来听讲道几年 但你没有经历过神迹奇事 你没有经历过神的大人 听众姐妹 我要说 你要向神祷告 阿们 你经历了以后 一辈子你都不会改变了 你经历了以后 你不会是一个 吻吻吞吞的基督徒 你肯定是一个活热的基督徒 因为神是那么真实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今天礼拜前 有一个姐妹到的教会来 那天主任崇拜 聚会以后 我护照的时候 就有一个姐妹来到那 她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她来到教会 那我下去了 我们就会一些人祷告 我为她祷告的时候 我也不认识她 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但是当我在暗时 为她祷告的时候 神就透过那种知识的话语 进入她的里面 其实祷告完了 我就继续为别人祷告 但是到了那个礼拜三 祷告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就来到教会 哇 我们祷告会 你知道祷告会聚会 没有 那个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有一个姐妹 就站在我的旁边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也不认识的 就站在我的旁边 我坐在这边这一排 她坐在那边的那一排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哇塞 她比我还嗨 哇 我在教会里面 算是很嗨的人的 她嗨的比我更厉害 我说这是哪好人物 从哪里来 怎么一 我从来没有够 你知道 你第一次去人家的教会 通常都是比较怎么样 哎呀 就算你很嗨 你也会把自己稍微 怎么样 收敛一点 哇她不管 她嗨的不得了 哇 这还没敬拜 我心里就想 哇她很嗨 我根本更嗨 我说 很少有机会在聚会的时候 看到有人是张要热情的 来敬拜 所以我就很嗨 然后呢 这个带领祷告会的姐妹 她就说 我们今天晚上要开放给个人做现证 然后这个姐妹 第一个上去 她就拿着麦克风 然后就走到我的面前 她说 陈牧师你认识我吧 我 我最怕你要问我这句话 陈牧师如果讲出来 说不认识 就是很丢脸 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在讲 我说 对不起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她说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记不记得礼拜天 几天前你为我祷告 你知道你祷告什么吗 我说我忘了 同学妹 你真的不知道你为她祷告 因为你为那么多人祷告你怎么知道 然后她就开始做见证 她说几个月前 她的先生忽然间给她提出离婚 然后就走 就走 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 一个五岁的孩子 她整个世界破灭 然后就找不到她先生 然后她很痛苦 极极痛苦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后来她就去了一个教会 我不知道她去什么教会 她去了一个教会 她就 然后在唱诗歌的时候 她觉得很感动 一直哭一直哭 结果那个教会的人就来跟她讲说 我们教会不太流行哭 如果你要哭 你两趟可以哭 你去临阳堂哭 去教会她就来了临阳堂 哈利路亚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 在尔满传乐名叫做可以哭的教会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我常常觉得 能够哭在神的面前是一件好事 阿们 很多人来到教会 其实里面已经受伤很厉害 但是里面很半屁还在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照着自己的本相 神都见到我 哈利路亚 所以她就开始分享她的见证 然后她就说 她说牧师 你知道吗 那天礼拜天 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妹子 你也不认识我 我第一次来叫我 你为我祷告的时候 所有我过去 这三个多月里面 发生的事情 都在你的祷告里面 我忽然间得到答案 所以她明白 所以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就是连今天早晨 我们最后 他石家里 讲完道的时候 他爬到前面 哇 一个人在那里 嗨 所以弟兄姐妹 我知道一个人被神得着 他抓到神 他经历神以后 他再也不能 只是安安静静 他肯定会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阿们 所以不但如此 他做了见证以后 他已经带了三个朋友 来往家 Hallelujah 一个经历神的人 一定会告诉他 神在这里 你一定要在这里 经历神 Amen 为什么我们 很难带朋友来 为什么我们 不敢把人带到这里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了 我带他来干什么 你懂我的意思吗 弟兄姐妹 你吃好吃的东西 你会不会介绍 你的弟兄姐妹 会了 最近这边 开了一家 发速的东西 没有了 这里没有了 如果这边 开了一家 发速的东西 你会不会告诉别人 可能 对吧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吃到一家 好吃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 艾文弟兄带我 去完美以后 带我去吃一个拉面 我才知道 原来在这边 也有一家 很好吃的拉面 从此以后呢 我每次早饭 我就去吃拉面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姐妹 你经历好的 你会不会跟别人分享 会 弟兄姐妹 我的问题来了 如果你经历好的 你会跟别人分享 但你经历了神 你为什么没有 跟别人分享 Hello 除非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信念 不太有把握 除非我们 对我们的神 不太有把握 因为我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可以 还是不可以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神是真实的 Amen 如果神不是那么真实 那黄布斯跟我 就是世界上最傻的 最疯的人 有没有人可能 有没有人可能把 Intel的公司 放下来去做传道 如果神不是这个人 这个笨蛋 Amen I'm serious 他做了十多年 这么好的工作 这么好的配在 全世界有名的公司 放下来去做传道 他们要么 头脑有问题 要么工作过度 烧掉了 No 但是我知道不是 但因为肯定知道 有一位神是如此的真实 我一定要传他的回忆 我一定要做他的工作 我要宣扬他的名 哈利路亚 Amen 这就是处在的教会 他们什么都没有 但他们被宣灵充满的时候 就有那一份的胆量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按守会别人祷告 圣地就会行圣 及其事在他们当中 Amen Amen 弟兄姐妹 Come on 我们一定要看见 我们一定要经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可以分享很多 所经历到的 所以 亲爱的同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是要强调神迹 比神的话重要 但是神迹其实 的确可以证明 神的话是真的 最初代的教会的信徒 使徒们 他们传讲信息 为什么带着恩告 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的讲道大大的不同 信息听了 要能够扎心的 弟兄姐妹信 圣经告诉神的话 就通 两面的什么 利润 两面的道 哇 刷进去 哇 那里面的 所有一切的 心诗意念 都被剖开了 而且看得一清二楚 Amen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在灵修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或者你在个人读经 或者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忽然间神的话 一进去了 哇 非常的扎心 非常将我们的 心诗意念 都回转来归向神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这样的讲道 Amen 所以我们要鼓励各位 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只是来听道 你们每一次 坐在底下讲道的时候 来听道的时候 你一定要位在 讲台上的 每一个牧师祷告 主啊 求你使用你的仆人 是你的仆人 所宣讲出来的话 每一句都扎我们的心 Amen 弟兄姐妹 有很多的信息 讲出来 隔絮稍粮 连养都抓不到的 你懂我意思 我最近看到 那个Sforger 英国很有名的 一个葡萄家 师父真 他讲的 他说 一个牧师的讲道 必须带着火 Fire 如果那个信息 没有Fire 那就把那个信息 丢到Fire里面去 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给我一个 很大的提醒 弟兄姐妹 只有神的话 可以改变我们 我在说 为什么我们要鼓励 弟兄姐妹 临收祷告 要你们一天读圣经 因为我在说 只有上帝的话 可以改变人性 只有上帝的话 可以医治我们 只有上帝的话 可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 Amen 弟兄姐妹 你根本不需要找到 什么贵人帮忙 你找到神 你读神的话 他就会一步一步带领你 进入他 给你的命令 Amen 这样的恩膏 这样的祝福 不是只有给传道人 不是只有给一些少数的人 听说的 这个恩膏是给每 这样的一个祝福 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 Amen 所以外交手 各位初代的教会 不是只有十二个使徒 不是只有十二个耶稣的门徒 他们还有恩膏 初代的教会的信徒 每一个都是带着恩膏的 各位 在初代教会里面 有一次怎么样 教会因为 饭食的问题 分配不均 所以教会就起了一些争论 后来呢 初代的教会 使徒们就选出七个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有好名声 智慧充足 哇 好多条件耶 智慧充足 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去管饭食 所以弟兄姐妹 你负责打饭的 我告诉你 你有福气了 哈利路亚 因为在我们教会打饭的时候 要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有好名声 阿们 你不要到了教会 说牧师 为什么你不叫别人打饭 叫我打饭 因为神看得起你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有机会打饭 就赶快去打饭 因为你一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是被圣灵充满的 智慧充足的 有好名声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喽 弟兄姐你不信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这其中有两个人 一个叫匪利 匪利是打饭的 他在教会里面 也不是什么布道家 也不是什么教师 也不是什么 他什么的 他就是打饭的 管饭式的 但是你知道吗 当耶路上的教会 受逼迫 他就传婚到撒玛利亚 一个匪利 管饭式打饭的 搅动整个撒玛利亚 圣经 一个只是在教会里面 打饭式的 他根本没有跟过耶稣 他只是教会 选出来的一个领袖 在管理饭式的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传回到撒玛利亚去 神迹奇事 发生在撒玛利亚 各位 如果你看圣经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匪利是何等的人 他怎么可能 做成这点事情 所以经常姐妹 匪利是这样 不但如此 撕迪凡也是这样 对吧 撕迪凡被圣灵充满 大有智慧 他讲话 没有人可以抵挡他 哇 这位兄姐妹 你们想象得到一个地步 讲话 跟人家谈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他 因为他充满了神的能力 充满了智慧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撕迪凡可以 如果菲利可以 那么我要说 金默柏瑜可以 Hallelujah 你们都不相信人 相信人说Hallelujah Amen Yes 因为Amen的意思是什么 Amen就是我同意 你在相信吗 如果撕着你 大大的架 没有人可以抵挡他 他在 在长辈的公寓里面 他穿飞 没有人可以抵挡他 他越传越有能力 Hallelujah 奉主的名 祝福吉佛 带领很多人来归信 归向耶稣基督 Amen Amen 对不起 你们一定要相信 请圣经告诉我们 信是得着 救病得着 Amen Amen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是依靠实力 不是依靠才能 圣经告诉我们 唯独依靠神的灵 方能诚实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来 到那日 亚述王的重担 必离开你的肩头 他的恶 必离开你的颈项 那恶 也必因肥重的缘故 圈断 这句话 因为肥重的缘故 圈断 有另外一个小字说 因高有的缘故 怎么样 肥坏 哇 我比较喜欢英文圣经 他说 Because You are broke so fat Hallelujah 各位 那个恩 那个从神来的恩高 可以把我们压在我们身上 所有那些 挟着我们的综合 因为那个肥重的缘故 怎么样 那个 那个恶怎么样 会断掉 Hallelujah Amen 他说 你方便人 我是胖的 Hallelujah 我是有恩高的 Amen 各位你知道 那个恶是什么 恶就是放在两头牛之间 离田的时候 那个恶放在他们 所以叫这两个人 可以走同样的一个方向 可以起步 那个叫做恶 那个恶 就是放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那个农夫 就能够怎么样 掌控他们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这个恶是怎么样 这个恶因为肥重的缘故 最后那个恶怎么样 Blocked Hallelujah 弟兄姐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你不再被恶所挟制 Hallelujah Amen 因为那个恶 必须因为圣灵的恩高和高尤在你的身上 你就会有改变 Hallelujah 所以弟兄姐妹 信息有恩高 可以带来安慰 可以带来鼓励 可以带来改变 可以带来拯救 所以我在这里 也再一次请弟兄姐妹 你们一定要为牧者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你说Amen的 你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花时间为牧师祷告 为王牧师祷告 为我祷告 为任何一个牧师祷告 因为 今天早上我们在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Pathetic Action 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行动 我们 我们Build一个 Fire Tunnel 可以整个教会 经过了一个 Fire Tunnel 我们小组长 跟师公领袖 两个两个 对手拿着 使所有弟兄姐妹 从这里经过 哎呀 我还在讲话的时候 有的弟兄 有的小组长 有的师公领袖 手机说 不是啊 怎么讲那么久 还赶快 我们手都酸了 我就跟他们讲 哇塞 才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手都酸了 怎么做养根木耳 各位 你懂我的意思吗 教会的复兴 不是靠人才 教会的复兴 只有一个秘诀 就是祷告 所有的弟兄姐妹 同共 举起我们圣洁 祷告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 哭求他 阿们 各位 以色列人在 在旷野的第一场战役 和亚玛利人打仗 怎么胜 两百多年 在埃及没有打过仗 都是做农民的 怎么打仗 亚玛利人是 旷野里面 最残暴 最有经验 最有武器的民族 以色列人手无寸铁 怎么在旷野 第一场战役 就打得漂亮 没有别的 是因为摩西 亚罗库尔 上到山里上 举起摩西的手的时候 摩西的手什么时候 举着 以色列人就打圣仗 阿们 摩西的手什么时候 垂下来 以色列人就打败仗 从早到晚 你看圣仗好了 从早 摩西的手举着 没有酸的 弟兄姐妹 不可能没有酸的 弟兄姐妹 早上我就试了一下 两分钟 想不到 说不是啊 说酸的 弟兄姐妹 你没回家 我曾经常识过 我曾经在家里 举着我的手 哈利亚 我想我能够撑多久 兄姐妹 不妨你等一下 三位回家 用你试试看 我告诉你 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你的手就开始吹下了 对吗 但圣经告诉我们 那一天 一直 摩西的手 都没有吹下 原因在哪里 他的旁边 有两个人 亚伦哥布尔 扶持了摩西 使他的手没有发送 这我看到一个 祷告的团队 不是一个人的祷告 是一个天 是一个团队的祷告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各位 前来祷告 我们现在礼拜十改成道 礼拜十祷告会 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你来祷告 你要成为牧师的 亚伦哥苦儿 阿们 弟兄姐妹 你不要说 牧师阿们 有他们祷告就好 不 我们需要一个团队 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的时间方便 邀请你们来 哈利路亚 神回答我们的祷告 阿们 所以我要说 请你们 为牧师的 不能牧师 弟兄姐妹 敬拜有恩告 会带来医治 阿们 我们要为敬拜团祷告 我们不是在唱歌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在唱诗歌 我相信一个 和神心意的敬拜 当那个敬拜 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 上帝会释放 祂极大的能力 在我们当中 所以要为敬拜团祷告 每一次敬拜 不是三首歌 四首歌 每一次敬拜 人的心就会提升到 神的宝座 再来遇见神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们欠这个世界 一个遇见神的经验 我再说 我们欠这个世界 一个遇见神的经验 所以我相信 当我们的敬拜 和神心意的时候 当神的灵 运行在那个敬拜的时候 弟兄姐妹 人一进到教会 也不可能不信主 我再说一次 我们欠这个世界 一个让人经历神的机会 经历神最好的机会是什么 就在敬拜的里面 Amen 因为当我们用心理合成 是敬拜神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有没有可能我们上了四首歌 如此来来安排 没有一个礼拜 觉得自己的心被感动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 一个有恩高的机会 当博士兵家 在你带领的时候 一首歌才堪唱到一半 底下已经哭成一片 弟兄姐妹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需要有恩高的敬拜 Hallelujah 我们需要有人进来到 我们的教会 听第一首诗歌 就泪流满面 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 那是神的同在 那是圣灵命行 在我们的当中 十四年前我到塞罗塞 开始加入领阳堂的时候 我必须到 流通牧师的教会 在那里住三个月受训 他们就安排我 住在一个小住堂的家 这个小住堂是一个 在塞罗塞 是一个很出名的 上市公司的那个engineer 你知道戏骨都是这种 头脑很大 哇很理性的 我住在他的家 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换到别人的家 我住在他家一个月 他叫Rosco 我就不懂 我说Rosco 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 我说Rosco你怎么信主 他就说 父士你不相信 上帝实在是全人的神 他说我的太太先信主 然后我后信主 他说我太太信了主以后呢 觉得经历到神的美好 他一直带着我 要去教会 要去教会 但是他怎么讲 我都不去 后来我太太呢 就给我做很好的典型 说你可不可以 就答应我一次去教会 我一定每个礼拜 给你做好吃的 哇这个姐妹 真是用尽所有的方法 就是希望先生 能够认识主 后来那个先生呢 就说 好 我跟你去一次 但是去一次以后 你不可以再勉强我 这个菜菜就很兴奋 请小组人 开始为他祷告 所以呢 我先生这个 Rosco这个礼拜要来了 大家要为他祷告 让他有机会经历神 结果 他第一个礼拜 来教会做礼拜 做完礼拜以后 回去的路上 他就告诉他太太 打死我再也不会进去 里面教会 哪有人一进教会 第一件事情 罚站半个小时 就是进拜 他不知道 他说 我站在半个小时 腿都酸了 他说哪有这种教会 哎呀 他就觉得回去的时候 就很难过 他说 主啊 他没有经历 他不认识 他只有以为说 站在那边 被罚站在半个小时 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说 以后你不要再教回去 这个太太就 很灰心 但是经过一天 他没有放弃 他继续的为他祷告 只要有一天 又有一次的节庆 他就又邀请他先生 他说 你再跟我去一次 拜托 再去一次 这一次 如果你觉得不适合的话 那么我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教你的 这是一个征战 对我说 所以那天呢 这个先生说 好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但是为了爱你 我最后一次去 就那天早上去 第一首诗歌 唱神高阳 经那个神高阳的时候 然后再唱那首诗歌 再唱的时候 那个带你敬拜的人 我相信神的灵充满他 他不知道这上千个人在内 他忽然间 如果有人 今天是第一次来 你不会唱诗歌的 好不好 你至少可以念那个歌词 这个人 他觉得有道理 我不会唱 我可以念 所以他就念 我念那个歌词 坐在神 坐在宝座上的神高阳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念到神高阳 这三个字 碰 就泪流满面 只是念神高阳三个字 他就泪流满面 他就拍自己的脚烫的 有什么好哭的 那念三个字 会流眼泪 我就不信息 他再念一次 就开始流眼泪 就念神高阳三个字 他泪流满面 他离开的时候 他太太说 我就不信息 你们就会今天 不喜欢搞了什么东西 怎么我念了三个字 我居然会哭 他说我下个礼拜 再跟你去 我下个礼拜再去 再念我哭 我就信耶稣 下个礼拜 他比他太太 还更急着要教会 因为他要 Fing out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那个礼拜 他还早起来 走去教会 他太太很幸福了 到处车车 求你再做工 结果他到了 那个聚会的时候 同样的那天 他演诗歌 从中也被唱过 但是当他开始 他开始变得一变 哇又开始 又开始流眼泪 他那天 当牧师讲完 到时候 他痛苦流泪 跑到前面 他说三是三十的 他那天就接受了耶稣 相信了耶稣基督 Amen 他不但如此 他后来成为教会的小部长 后来成为区长 后来成为待职区目 现在是他们的理事 Hallelujah 兄姐妹 我住在Rosco的家 一个月的时间 他告诉我说 牧师 我这种的信耶稣 是不可能的 但是上帝是全能的神 一个有恩高的敬拜 就能只念神高扬三个字 就会感性耶稣 Amen 我奉主的名宣告 从这个礼拜开始 这件事要发生在老人这个地方 Amen 当我们敬拜 当我们敬拜来 与神相遇的时候 神的灵就感动我们的心 Hallelujah 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多爱 你信主很久 有多久你敬拜 你赞美神 你不再有眼泪了 那起初的爱去到哪里了 那起初对神的火热去到哪里了 我信任我们在神的面前 每一次敬拜的时候 祂的灵都感动我们的心 Amen Amen 不要一定让我只有唱流行歌的时候 就哭得死去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了 华人最喜欢唱流行歌曲 对吧 哎呀 你伤害我 我伤害你 你忘了我 我忘了你 哭得一哭 一嘻哗啦 唱神的歌 唱神的歌 敬拜神的歌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 Amen 谁不能教导要有恩告 敬拜要有恩告 祷告也要有恩告 Amen 我们不是怒控拳打空气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我们在征战什么 所以我相信 带一个教会充满神的恩告的时候 软弱的人来了 刚强的回去 Amen 伤心的人来了 喜乐的回去 绝望的人来了 充满 带一个充满 盼望回去 Amen 所以我要说 没有神经的教会 需要迫切的祷告 需要迫切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告诉人神是真的 除非我们看见上帝 行神迹 其实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你有再好的口才 你有再好的能力 你有再好的基金 都比不上圣地 伸出他的手 在我们当中工作 Amen This is what we need 我们传讲一位 又正又活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经历到神的时候 你走出去 你到同事 你到公司 你不会闭口不言的 你不会对你的邻居 一点关心都没有 因为你知道 神是真实 神会听你的祷告 来帮助他们 他们需要 耶稣基督的救援 Hallelujah 所以我再说 教会大小 不重要 教会最重要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 Amen 上帝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的脸 一直看着我们 所以亲爱的一种姐妹 勇敢地 勇敢地去把人 带进教会里面 听这边我要再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从这个礼拜开始 每一个人都会 勇敢地把人 带到教会里面来 因为我们相信 上帝会证实 他自己的话 Amen 勇姐妹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礼拜 如果一个人 带一个朋友 你的朋友 你关心 你的朋友 你的邻居 或甚至你的家的 韩律信主 你这个礼拜就带一个 我们看下礼拜 上帝做什么事 Amen 勇姐妹如果你要看 上帝做什么事 你就有心情下个礼拜 带一个人来坐在这里 然后看上帝做什么事 Hallelujah Amen 弟兄姐妹你说 牧师欢迎如果带来 没什么事发生 不关你事 是上帝的事 Amen 你不要替上帝烦恼这么多 神自然会有奇难的方式 Amen 第一次来到教会 怎么会下去为他祷告 也不认识他 也叫不出名字 那天开始 他被神得到 Hallelujah Amen 一个UCI的学生 他跑到 也是第一次聚会 到教会里面来聚会 把我护照的时候 他到前面来 我们为他祷告 也不认识他 也叫不出名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间上帝给了一句话 告诉他 你的男朋友离开他 离开你 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吗 我心里会想神啊 我都讲出来 万一人家就结婚了 都不是 对 兄姐妹 我告诉你 你顺着圣灵的带领就好 Amen 如果是神的灵 感动你的神 一定会做事的 所以我就为他祷告 我说 好像 你所爱的人离开 他 他不知道你有那么好 我才讲这句话 那个姐妹就 声音很大 一直呼一声 我就知道 带你打中了 Hallelujah 我知道神在宫中 你知道那个姐妹 散完会以后 抓着我 说牧师 你只知道 我的男朋友 上个礼拜离开我 我说我怎么知道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但是上帝知道他 Amen 弟兄姐妹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种恩赐是 每一个人都有的 Amen 可是你给我前书 第十二章保护说 弟兄姐妹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 不知道 Ignore 弟兄姐妹 我要说 在你信耶稣的时候 上帝已经把 最少有一样属灵的恩赐 给你了 如果你要完成 你生命的命定 You have to discover 你一定要找到你属灵的恩赐 你一定要找到你属灵的恩赐 弟兄姐妹 我要看 跟信主三年五年十年的一点关系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神已经把一个属灵的恩赐给你 You gotta stir up 你要 active 你要把那个恩赐 要把它使用起来 Hallelujah 所以感谢主 这个姐妹后来 信的主在教会 很短 因为他毕了夜了 然后很短时间 他就到纽约去工作了 感谢主 每一年圣诞节他都会寄一张chap给教会 每一次寄来 好多人如此 好多人 上面chap都会写 牧师你还记得吗 那个男朋友离开我的 我就是那位 我说我记得 我记得 弟兄姐妹 为什么他会每一年 都会寄一张支票回来给 奉献给教会 因为他经历到事是真实 感谢主 大概两年多前 他在纽约结婚了 也是一位好的弟兄 其实是一位好的弟兄 感谢主 Amen 弟兄姐妹 请你把人带来 请你把人带来 让上帝做他要做的事情 Amen 如果你真相信这位神 是那位佑天佑火 能够实行神迹其事 弟兄姐妹 我请你把人 有血来带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一起来看上帝要做的事情 Amen Amen 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有这个恩膏 但只有一条路 就是祷告 恩膏是累积出来的 那个祷告的火一直累积 那个祷告的能量 一直累积到一个地步 它一定会Explosion 它一定会爆炸 因为 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 因为地底下 有一股你看不见的能量 一直在地底下 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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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地步 它要找一个出口 Bang Explosion 弟兄姐妹 一个不祷告的教会 不可能会看到复兴 包括我在 最近神给黄牧师 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 一个负担 祷告 弟兄姐妹 我不是要你来祷告会 我是邀请你来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真的知道祷告 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五点四点你就爬起来了 我再次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祷告 It's all right 你知道祷告 一定可以带来改变 你早晨四点你就爬起来了 因为你知道 没有别的路 Pray 所以你看到 十字星团第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 众人听见这话 就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他事实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么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 教你们的罪得 圣别 并领受所赐的圣灵 人听了 第一次来听到 第一次进教会 就已经听到扎心 就问说 我该怎么办 What's the next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彼得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悔改相信耶稣 Amen 不但如此 你们要奉耶稣 奉洗 要你们的罪 而且要领受 神所赐的神 Hallelujah 弟兄姐妹 使徒有没有因为这样 害怕 你知道当使徒传福音的时候 刚开始圣灵 五十一节之后 传福音 各位你知道 这个世界永远是 两股势力在进行的 神的灵厉害的工作 但是我告诉你 people也是很厉害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世界永远是两股力量在进行的 所以听说前面 你不要告诉我 说不是啊 我到哪一天才能够安歇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没完没了 Hello 真的 我常常有时候 哎呀 这个问题过了以后 我说神啊 给我喘息的机会 神很怜悯 给我两个礼拜喘息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我这一生是没完没了 但我知道一件事 我可以依靠神 过得圣的生活 阿们 因为他的恩典够我用 他的能力复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他允许我们 那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还要大 阿们 即便我们来若跌倒了 上帝的恩典人就够我用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始如四章的三十节我们看 说什么 在下 他们恐吓我们 哇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去聚会聚会到被恐吓的 有没有人今天下午来聚会被恐吓的 哇你们太安逸 这怪不得不会复兴 弟兄姐妹出单的教会 在中国当时教会有什么会复兴 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去聚会是被恐吓的 哈喽 初代的教会要去聚会是被恐吓 梦生命的危险的 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去话 为什么 因为 求主现在解采 一面教你的仆人大动胆量教你的道 一个神主里来说医治疾病 此神机是因着你圣服耶稣的名行出来 哈喽 所以基督姐妹我告诉你 越有逼迫的地方就 越看见上帝的存在 哈喽 阿们 美国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兄姐妹我不是要打高逼迫来 OK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在那里继续这样困难不热 上帝早晚会要爱你的缘故 这样一些困难引到你 神的心里不是这样在乎 OK 但是神要你的心会真会想到 所以兄姐妹如果有时候你碰到困难问题 哎呀 不是要找个问题有这么多 我恭喜你 哈雷路亚 你如果有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你经历神迹最好的时候 Amen 去年八月 怎么可能 聚会好好的十四年来 跟他们房东也都是很好的 相处得很好 Everything OK 我们就觉得这样继续下去 哎呀 鱼儿鱼儿水中游 哎呀 很自由很好 而来这个地方 哪里知道忽然之间怎么样 他让我们离开 涨30%的房租 从一万万 涨到两万五 兄姐妹 这不可能 但是我告诉你 逼迫来神迹就发生 哈雷路亚 所以我下个礼拜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大礼物去给这个房东 谢谢你逼迫 因为你逼迫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有自己的产业 哈雷路亚 困难来的时候 就是我经历神 我们整个教会经历神的时候 Amen 那是上帝会爱我们的人过 刚开始不太懂 他开始的时候 神啊 我们在这里好好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怎么办 这样的话 很多的问题 那弟兄姐妹 问题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神的时候 哈雷路亚 感谢主 Amen 哈雷路亚 告诉你旁边人 问题来了不要怕 哈雷路亚 告诉你旁边人 问题来了不要怕 Amen 问题来了 什么叫做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就是 Your candidate to miracle 哈雷路亚 就是你已经是在 神机的候选人里面 Amen 你们要看到 教会看到一些困难 有一些改变 哎呀 我无事啊 现在教会有一些问题了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我最怕的就是 教会没有问题 你知道吗 如果我告诉你 有一个地方 绝对没有问题 那神场 绝对没有问题 哈雷路亚 玫瑰钢 绝对没有问题 你要我们教会像这样 有一个牧师 他到教室来 去探访他的朋友 神学院的同学 二十几年没有见过 就去探访他 哎 就发现这个牧师 已经封路尾 他其实他 牧位过得很好 他怎么会 听说 去那个教会说 这个牧师已经离开好几年了 他就到处打听 这个牧师去的哪里 后来听说 他已经不误会了 他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牧师就想 你们看到那个 John Mossberg 他就想 他一定要去找 他的这个 这个好同学 后来才知道 他到了 像玫瑰钢 罗斯佑那边去做 去做 去做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 做战役色的牧师 简单讲就是这样 专门给人家主持战役 他牧园的教会很大 也非常好的一个教会 怎么不能去转去做那种 给人家在 在 在 在那个 罗斯佑那里 主持战役的那种牧师 去了以后 所以 John Mossberg去找了 他的朋友在说 嘿 怎么好多年 你怎么会 跑到这里来 他说 I'm so happy right now 那不是说 为什么你这么快乐 为什么 什么原因 他说 我服务他们 一次以后 都不会再回来找我 It's a one-time service and they never have a trouble But church so many trouble 哇 我好多用心 I always say No no 我 totally reject 这些事情 困难 问题来的时候 是我们经历神迹的时候 Amen Hallelujah 所以各位 你不要永远被问题卡住 你永远不要被问题给你淹住 我告诉你 再说一次 当患难来 他们恐被恐吓 有不讲啊 各位 公会的人甚至告诉彼得说 你给我 不准奉耶稣的名传讲 他说 听你的重要 还是听神的重要 所以庸前辈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被恐吓不了 为什么恐吓 人恐吓不了他 为什么人威胁不了他们 因为他们真正的经验过 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Amen WOW 如果你知道耶稣是这么真实 没有人吓得饶你的 Amen 为什么我会吓 为什么我会怕 哎呦 耶稣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耶稣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万一如果真的豁上去了 结果命都没了 那怎么办 永远 初代的基督徒 他们根本没有第二个想法 耶稣是如此的真实 Amen 告诉彼方别人 从今天开始我豁出去了 Hallelujah 你不敢讲啊 我今天讲这对道也是豁出去了 Amen 不管你同意啊 不同意啊 我就相信上帝的王是真实的 Amen Dear 他们是同心可疑的教育 二章四十六起来 一起恋爱 他们天天同心可疑 在店里 且在家中的剥皮 存在欢喜尘世的心用范 Wow Hallelujah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们天天怎么样 同心合一 他们同心合一 他们是不是久不久 合一一下 No 这你告诉我什么 天天 我的天啊 弟兄姐妹 有没有一心人 你根本一个礼拜看他一次 就听见他多 最后 几年看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你告诉我们说 他们要天天在一起 哇 很开心 如果不合一的话 不会这样子 Amen 哇 感谢主 去看有病了 哇 Hallelujah 他看一个可爱的样子 你不跟他同心可疑 你跟他有瓜葛 你跟他有冲突 你跟他有彼此间的伤害 你就 你看到他 有病来了 赶快往这边走 你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 Am I right? Hello Right 这里告诉我们 他们天天 而且不断在店里 在家中 哇 他们天天趴拉 看谢主 昨天晚上家趴拉 不知道为什么 趴拉人都很多 小组就会 所以我觉得 趴拉是属名的 Hallelujah Amen 因为出大教会也是 天天 不是一个礼拜一次 Come on Do it Pastor Mom 天天 天天 换句话说他们开心得不得了 哎呀 I'm lucky 昨天那份真好吃 明天你要煮什么呢 你懂我意思吗 They saw unity They love each other 所以听我解释 其实 在使徒行动第二章之前 门徒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你回去看路加福音 你回去看师父音乐里面 各位 其实门徒 他们原本是很不合一的 如果他们很合一 耶稣就不需要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在最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做了一个祷告 主啊 父啊 教他们 化二为一 耶稣就知道 这十二个人根本就是不快 不是一块料 怎么跟了他三年半 还在那边争来争去 对不对 有人还跑到耶稣 来说 耶稣 你得王 你做王 我做你左边 他做右边 我想其他人就会 你知道是谁去讲的 就是雅各跟约翰 对吗 自己讲过来 还带妈妈来讲 哇 他的妈妈就跟 哎呀 耶稣大人啊 将来你的国家里 我一个儿子左边 一个儿子右边 比得一会小 他不走哪边 所以第一位 其实门徒是很不合一的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虽然都没有化你的动机 但是里面就跟勾心斗脚 彼此之间不合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耶稣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 父啊 叫他们合二为一 各位合一不简单 因为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 所以各位 我相信 各位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发生耶稣最后一顿晚餐的时候 所以其实耶稣在世界上 吃最后一顿晚餐的时候 是吃得很不开心 他看到门徒在里面 彼此够心斗脚 Hallelujah 所以利用前来 如果你回去看路加福音 第22章24节 你就会发现那里说 门徒 在那天晚上 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门徒就起了真路 阿天回家 但是在古旭节之后 这门徒就变成合二为一 哇 太奇妙了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Amen 所以各位 这就是保罗鼓励我们 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 来 这里说 再下来 凡事窃取 温柔 有爱心互相欢迎 有和平彼身也有 竭力保守 圣灵手赐而稳而行 哇 各位 合一不解团 所以需要怎么样 需要怎么样 要竭力 哇 弟兄姐妹 今天下午我讲到是很吉利 我已经满身汗了 对啊 你懂意思吗 吉利不是说 啊 弟兄 我跟你合一啊 不是这样的 是 是你真的要用很大的力量 因为是你说 Pulling out yourself out for each other in the act of love 如果你爱一个弟兄 哇 什么都要给他 好的都要给他 第二节妹 很难不合一的 Amen 如果子节 每次来的时候 这无事啊 这是大把 哇 这蛋糕 都是为你预备的 很难不爱他的 just killing alright 我的意思 Pull out yourself 把你自己都倒出来 给你旁边的人 用爱 把上帝的爱 满在你里面的 想办法 倒给你旁边的弟兄 让他 被爱到满出来 你想 会不合一吗 他本来都很讨厌你的 也从今天开始就好 就不一样 Amen Aleluia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我 有人透晓 没有关系 我也不受伤害 但是对不起 我不可能叫所有人都喜欢我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或者我自己 愿意把我的爱 更多的交换 更多的给出去 不可能不合一的 Amen 我必须承认 有时候我也跟有些同工 有一些意见上的冲突 最近我跟Pastor家里两个人 就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太一样 我就觉得怪怪的 因为你有没有跟人冲突以后 就觉得下个礼拜看到他就怪怪的 你们都不会 哇你们真是好耶 感谢主这很合一的交换 还是你们只是表面这样 弟兄姐妹 你不会跟你们好 同工 在那边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下个礼拜看到就怪怪了 但是弟兄姐妹 我就决定一件事情 因为上帝帮我们带在一起 太勤了 神让我们重新联合起来 这一定是有新意的 最后 家里 请你吃饭 阿牧师 我忙没有时间 我不管你给我选时间 好 所以感谢主 我们继续 结果一顿饭吃完了以后了 经过交通以后了 哎呀我也懂你 你也懂 阿雷 结果现在这个礼拜 看到了 你很好了 阿雷 丢起来 你看我意思吗 你把你自己的爱 给出去 给出去 他就是不要 你就是硬是拉着他 腰一顶 我告诉你 很难 很难 不合一的 阿雷 阿雷 我做先生的 也是要聚助你 阿雷 做太太的也是一样 阿雷 先生你把你所有的爱 爱到他满出来 很难你的太太 不给你不合一的 哈喽 你吵架 OK 我今天晚上睡沙发 阿雷 听见 别说 阿雷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初代的教会 就是一个很同性 合一的教会 所以圣灵来 带来新的眼光 带来新的态度 听见 合一就是什么 合一就是看别人 与自己想 哈雷 彼此尊重 彼此接纳 我们这一次教会 我跟你讲 每一次教会 要墙壁擦什么颜色 都一定会出问题 真的 我们现在这个旧堂 第一次擦颜色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 有一次问题 所以这次又要擦 擦那个颜色的时候 我心里一样 又来一次 结果你知道 年轻的要擦黑的 现在你知道 美国很多大的 Mega Church进去 都是黑的 灯光光的 哇 年轻的觉得很有feel 那我们呢 我这个年纪 最好就是白的 然后他们告诉我 牧师 简直跟兵衣馆一样 我说白的叫做圣洁 荣耀 对吗 我说黑的呢 就是黑暗 他们就告诉我 神不是在黑暗中运行的吗 他也有道理 神以黑夜为他的行宫 圣经都出来了 所以我跟你讲 很难搞得定的 你知道 有的要这色 有的要那色 有的这边配这边也是 后来他们决定 我的房间是橘红色 我都不害了 橘红色 我说为什么擦橘红色呢 他说我们住在ORANGE COUNTY 好啦 你要擦就擦吧 你现在去看我的办公室 就是橘红色 我坐在那边 我坐了两天 我说主 哇 这是什么地方 但是我现在还是说 主 感谢你 我在ORANGE COUNTY 所以弟兄姐妹 有没有那么重要 擦什么颜色 有那么重要吗 弟兄姐妹学习 Appreciate 哇 他是学 Interior Design的 他是室内设计 好啊 就尊重专家 哇 他被擦完了以后 他说物色漂不漂亮 我一定说漂亮 他在外面 就说这是什么 彼此尊重 彼此接纳 彼此欣赏 永远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可能不合一的 Amen 为什么不能合一 看自己比别人重要 看我的意见比别人重要 人不听我的 我就心里不索 怎么合一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弟兄姐妹 基督害死了多少人 扫罗不是因为基督大会 这个基督害死了扫罗对吧 大祭司 基督耶稣所做的 他们害死了耶稣 什么 但我相信 当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 这个基督就冲往里面 连根拔起 哈雷路亚 我怎么看你 就怎么帅 哈雷路亚 Amen Amen 昨天安妮跟我讲说 牧师啊 你在搞流行 我说什么 我站在那镇主 别人拿在昨天晚上 他说你这样搞流行 我说没有 我没有搞流行 他说哇 你的头发最近很长耶 有点像艺术家 哇天啊 这个头发没时间去剪 你成了话题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他想说 哇 艺术家 好那就是艺术家 哈雷路亚 就决定不剪 哈雷路亚 就决定我前面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人就是很不一样 你同意吗 哈雷路亚 他可不可以欣赏 牧师没有时间剪的话 可不可以长一点 可以接纳吗 哎呀 这不男不女 要像牧师吗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我下一位 提个打光头来 你觉得怎么样 哎呀不是啊 不要 他这样不好看啊 哈哈哈哈 太长也不好看 太长也不好看 怎么的 像牧师那最好看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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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讲 什么 什么是 你对圣经 你对经班 你对聚会 都没有那么认真 你对我头发 怎么认真 我再说一次 看别人比自己强 Amen 如果有人的事 工作得比我好 我们为他拍张 Amen 如果有人小组 做得比我好 为他拍张 哈雷路亚 如果有人带领 系组更多的我要 有宽固的心 就为他拍张 哈雷路亚 如果隔壁的教会 被神复兴起来 我们要为他们拍张 哈雷路亚 有没有让我们成为 为别人拍张的人 哈雷路亚 如果你能够 为别人拍张 这个教会 肯定是合一的 Amen 哈雷路亚 所以利用姐妹 我们喜欢看见 别人被神祝福 Amen 你不要看见 别人被神祝福 说神来 为什么你会 对他怎么好 为什么我没有 你就为他欢喜快乐 Amen 所以各位 求上帝帮主 合一 他们天天 同心合一的 不但在圣殿 还在家里吃饭 感谢主 今天晚上到Meggy家 哈雷路亚 明天到Iran家 哈雷路亚 下个礼拜 到培花家 他们是天天的 Can you believe that 我相信 他们的教会 不是一个大礼拜 他们是一个house 一个house 他们是house to house 所以感谢主 下了班以后 根本都不用担心没有饭吃 from house to house 哈雷路亚 有什么办法 Amen Amen 开不开心 从现在开始 老板叫我下好饭以后 都不用担心 去Peter家 今天晚上 哈雷路亚 吃完了以后 下个礼拜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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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兄姐妹 我真的说 如果没有那个合一 根本不会想想在一起 Amen 告诉你旁边的人 我跟你是很合一的 Hallelujah 第三个 他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教会 最近在 十六九二章四十六节 对你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恒切 恒切这个字 哇 恒切 在殿里 现在加入了 存在什么 存在什么 大声一点 存在什么 欢喜 哇 他们是存在欢喜的心 各位 英文圣经说是怎么样 是那种 Joyful 是那种 爆炸性的喜乐 今天北美最大的 今天北美的教会 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乏热情 你知道吗 时间聚会稍微一久了 大家就觉得 哎呀牧师啊 为什么聚会这么长 各位你知道 这个礼拜 如果你有灵修 跟着教会的灵修 你就看到 十六行传 保罗有一次讲道的时候 有一个人 怎么样 睡着 然后从山的中 突破 大家看下去 感谢主 我们现在没有山龙聚会 在倒下去 结果保罗知道 他没有死 保罗下去 浮在他身上 然后就不会 那个人都还没有回过来 还没有 还没有苏醒过来 保罗知道圣地一定会医治他 因为保罗知道 神是施行神迹其事 保罗下去 哎呀 这个联系人 由腿骨从山上坠下来 哎呀 保罗下去 一看一看 然后就趴在他身上 为他祷告起来 说他的灵还在 然后回去继续讲道道 天亮 如果是牧师的话 或者是我们当中的话 可能有人说 牧师啊 赶快停止聚会 叫他一碗碗 你们讲 保罗知道神在那里 保罗知道这个人的灵魂还在 继续讲道 讲道天亮 圣经告诉我们 是保罗走着一步 那个孩子就你们 才醒过来 我 我常常想 哥我要讲的重点在那里 他们从晚上聚会到天亮 预备 王老师 我现在才刚开始 我们明天六点继续下去 苏联教会是很热情 他们天天祷告 他们天天读经 兄姐妹 他们根本不需要 有什么读经计划 我告诉你 他们就是很喜欢读圣经 预备 他们一想到读圣经 就是很开心的事情 不用告诉你 哎呀 今天是第一节到十四节 你读完了要按赞 判施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圣经充满的教会 是火热的教会 他们的服饰 充满火热 充满热情 他们的教会 是充满热情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初代的教会 的经历 他们一提到服饰 他们就会说 不是不是 你真的不要教会 给我做 给我做 今天的教会不是 你抢到服饰 哎 服饰我已经做 我叫他做 你懂我意思吗 各位我要再说一次 一个火热的教会 所有的服饰是抢着服饰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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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已经在这个教会 二十年了 该服饰的 我都服饰过了 叫别人吧 哎呀 凯琳先 刚刚来 你就叫他做 他是新人 他可以 他要学习 阿们 我听到讲 而且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 有些基督 有时候真的很讨厌 你知道吗 哎呀 你讲到服饰的时候 能躲就躲 能晒就晒 赶快退离 哎呀 甚至有一些基督 很讨厌 你知道吗 他还告诉新来人说 哎呀 他正在火热 哎呀 你不知道 服饰是会受伤的 服饰 刺可儿子就好 不要那么热情 OK 我受过伤的 我告诉你 这是可恶 阿们 这是可恶 你受伤就去找神 好好医治 你干嘛告诉别人 Amen 还劝人家说 哎呀 你不要服饰 服饰 我受过伤的 教会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说 哎呀 你才跟你讲 要不然 你有一天受伤 跟我一样 谁跟你一样 就会觉得 我告诉你 我服饰三十年 到今天 没有 我有受伤 让我越服饰 越喜乐 阿们 阿们 所以教会有机会 服饰要抢的 阿们 阿们 昨天晚上 牧师在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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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拉的时候 黄牧师说 有没有人要做健身 做健身是要抢的 结果都没有人做健身 然后他说 好了 我再唱一首歌 让你们再预备一下 哇 弟兄姐妹 真是有够烦 你要做健身 你要抢 阿们 因为你不抢 你就没有时间 因为不是给哪一个人 都有机会的 哈喽 你不敢 阿们 阿们 用钱的 我们服侍神 不要退天 退退脱脱的 要争取 如果你不争取 一定会经历到 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我再说 你跟师父 有机会服侍 你不争取的话 你一定会经历 耶稣所说的 再后的 要再前 再前的 一定要再后 阿们 阿们 你会 你会错过 许多上帝要做的心事 你没有机会 去经历到他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 初代的教会 他们下巴巴 最开心的是 就是直接去教会 没有人是非演讲 所以初代的教会 怎么样 充满了欢喜的心 Joyful heart Hallelujah 弟兄姐妹 去教会是很开心的 Amen 整个聚会 应该要很开心 弟兄姐妹 敬拜的时候 要开心 蛋糕的时候 要开心 Amen Rip Warner 曾经讲过 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把教会做得很闷 是一种罪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有人说 牧师啊 教会要安静 要尊重 要严肃 很献嘱 玫瑰桿最安静 最严肃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 如果有一天 你去了天堂 发现了你没有笑声 我保证你一定去错地方 Amen 如果你到了天堂 你认为你到了天堂 你在那里找不到欢笑声 我保证你去错地方 Amen 天堂是充满喜乐的地方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来 我们看下一条 你们听我说什么 一起列代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 称颂你 我就走到 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要弹琴 称颂你 一起来 再次来 我就走到 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 称颂你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 称颂你 人说我网页和我的电锯 我的心里面 怎么 欢喜快乐 刘姐妹 你是这样吗 哇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又是到了 做礼拜的时候了 阿妹 阿妹 阿姊 今天有一点毛毛 主啊 你知道 我心灵悦愈 肉体又乱 主就在家里面 纪念 陈牧师讲道 哈 哈 哈 我一想到要来 认真的 我现在一个月来一次 我都觉得 很兴奋 一路上来的时候 真的是超兴奋 看到我的弟兄姐妹 看到每一个神所爱的人 我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的心就万西快了 阿妹 你不觉得很开心 能够看到每一个人 阿妹 阿妹 怎么看就怎么好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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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美金还在 阿妹 你不要笑 我有两个华神的同学 上个礼拜本来说要出院了 结果被主接回去了 我要说 弟兄姐妹 我今天能够还看得到你们 我为你们换习惯了 看到你们人就见着 这些长辈一个一个都这么健壮 哈利路亚 愿上帝加给你们在地上的典日 满有上帝的恩怨 满有上帝的喜乐在里面 阿妹 你不觉得很开心吗 阿妹 阿里路亚 所以各位教会应该是喜乐 阿里路亚 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不是吗 各位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字 叫做 那个叫做 旺盛 喜乐是旺盛的 你知道 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 我们在台湾长大的 台湾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就是夜市 那个夜市超有生命力的 哇 什么生意都有 Nine Market 哇 那个人山人海 你去过台湾就知道 四里夜市 哇 真的是 所以各位 菜市场也很有生命力 对吗 但是我觉得教会应该是最有生命力 Amen 但是很多的时候教会好像 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求主帮助 所以各位 初代的教会的基督主 为什么他们能够天天同心合一的 他们往店里面去 在你的敬拜 在你的祷告 因为他们去教会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告诉你 我18岁高中毕业 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 我就去 我就 因为我自己需要去赚学会 然后去补习 然后再考大学 所以那一年我一边上班 一边工作 一边赚学会补习 但是到了中午呢 我一定会做一件事 就是我会买馒头跟那个豆干 然后去我们教会 但是我们的传道的是一个单身的弟兄 一个哥哥 我叫他叫张哥哥 我就去他 哇 我每一天就是喜欢去教会 在那里跟他一起吃午餐 吃馒头吃 这个 然后 结果吃一吃吃吃吃 吃到后来就变传道人了 我超喜欢去教会 我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晚上补完洗了以后 没有回去 我忙都找不到 打电话到教会 一定可以找到你 因为我就是在教会里面 跟张哥哥聊天 聊聊聊聊 聊到晚上有时候 就干脆睡在教会里面 哇 这怪不得 大家会说我 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养他的荣美 那一天 是比这一天更好 比这一天更好 十千年以后 阿们 所以各位 教会是充满热情的地方 敬拜又热情 阿们 我奉承的名宣告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 哇 我昨天看到 黄牧师也是 哇 我觉得我们的牧师 真的很用心 阿们 他昨天 我很少看到牧师 唱歌唱到一半 停 重来 他昨天晚上告诉我 停 停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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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 第二次就比较有力量 Amen 感谢主 我们给我们的牧师 一个鼓励 好不好 他很有感量 我很少看到牧师 唱他一半 不得 他觉得一定要活热 Amen 昨天你也放他一半 停 重来 哇 这个牧师很有感词 Amen Aleluia 敬拜要火热 要热情 祷告要火热 要热情 如今有热情 Amen 与姐妹 我相信 不可能你这样热情 你不被圣灵重反 Amen 其实我发现 韩国的教会 他们被神 很大的祝福 我有很多时候 我看那些 我听很多 韩国牧师的讲 其实我听 韩国赵英基 牧师的讲道 有没有人听过 赵英基 牧师的讲道 我听过 其实不怎么样 我觉得我也没有死 比他差多少 你知道吗 这是为什么 他现在八十万人 我到现在来两万人 但是我知道 有一点不同 他的教会 弟兄姐妹 祷告的时候 敬拜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哇 他们一祷告 好像海浪一样 弟兄姐妹 你们牧师讲道 黄牧师讲道这么好 教会不应该 只有这些人 我们缺了什么 也缺了热情 我们缺了对心人 有热情 哎呀 新来的姐妹 你来对教会的 你这样听话 我明天请你喝咖啡 这叫热情 你懂我意思吗 我每次亲爱的 哎呀 我每次看到 我孕在这里 哎呀 请站起来 一直欢迎 永远欢迎 然后冲冲冲 没有人欢迎 我要宣告 老婆的教会是热情 阿们 所有每一个新来的人 一上完会 所有的小屋 全部会进去 来我小屋 来我小屋 阿们 你愿意扬起 愿意看重 那些新闻 阿们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 各位 热情练发 热情不会有坏处 阿们 其实 上了年纪 一个礼拜来教会 跳几次后 身体会更健康 平常在家里不跳 敬拜的时候 哇 哇 回去我告诉你 心脏肯定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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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在家里面上班 都没有运动 可不可以 敬拜这样 可能说 阿们 可不可以 我就知道你不动 所以你老 阿们 所以各位 热情一点 对你不会有坏处 阿们 好 使徒旗的四章三十一节 很快的 我们就结束了 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 什么 震动 他们就被 神经重烦 放胆 脚 就前面 除了被教会 祷告的一个地步 地方 什么 震动 我期待 发生在 我们 发生在 Irvine的教会 我们祷告 我们敬拜的时候 地方 震动 Amen Hallelujah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一定要改变 心久 心疲态 阿们 你说牧师 我们不是从这种 灵根背景来的 我们 不管你什么背景 我要你经历 圣灵的工作 Amen 我要经历 在圣灵里面的事有 好 最后一个 这个教会是 人见人爱的教会 哇 好累了 怪不得这个教会增长 来 史诺经文二章四十七节 来 葬礼神 得众灵的喜爱 再列词 葬礼神 得众灵的喜爱 主就将得救了 天天加给我们 哇 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教会可爱到一个地步 得众灵的喜爱 圣灵来了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可爱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在说 如果你是一个可爱的人 当别人从你身边走过去的时候 人都会想要跟你打招呼 跟你说 嗨 想要跟你花时间 Amen 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 其实你知道吗 我其实以前 是很不可爱的 真的 我以前 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是很不可爱的 我上天有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 我这个人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打过撞球 撞球是这个 在国内叫什么球 台球 是吧 就是有十二个球在那里 台球 我们在台湾叫做撞球 台球 台球是什么 有一颗球 对不对 打进去 然后那个球就散开了 我常常觉得 我就像那颗球 本来人家一群人在那里 结果一进去 一看 就全部都进洞 就是不可爱 因为人家一进来 本来人家当中 他都很好 你看都一走 就进来没个车 我们就走 所以就有没有 我有时候 坦白讲 我从小也是很自卑 你知道吗 因为不太有人 愿意跟我聊天 所以我一走出去 人家本来聊得好好的 不然我先走 然后就一个月 各个各种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好像一颗壮球一样 啪 啪 进去以后 全部都都敬待 所以我曾经消失了 我做事 帮助我 让我做一个可爱 让我成为一个 别人愿意跟我 在一起 因为我从小在念的教育 在念的家庭 你也知道 其实我连我自己 都不是很喜欢 是感谢神 因为耶稣 所以我被改变 因为耶稣 我可以 成为一个比较可爱 阿们 我一直到了结婚的时候 结婚没有多久 师母才告诉我说 我们在神学院里面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 我说 那你为什么跟我结婚 还好他没有说 他说我可怜你 他真的 他告诉我 他说全神学院里面 所有的这么多的同学 男生的姐妹 他最讨厌就我 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 他说你很骄傲 然后呢 一天到晚哭 然后都不跟人家讲话 其实不是 我是很自卑 自卑到不敢跟人家讲话 不敢跟别人相处 所以人家就觉得我很孤僻 人家就觉得我很傲气 其实不是 因为我很不知道 要跟人家怎么相处 所以没有人喜欢 以前神学院 大家一直出去短线 哎呀 他们一群人 都是我一个人做电控的 我有一个同学 叫王万雄 他是跆拳道 我比较极端 他也练了神学院 每一次我们从山下 山上要走到神学院 山下 因为那是一个很暗的山上 所以 好多姐妹都说 哎呀 破 我们要跟你话 所以姐妹都跟着破去 你知道 所以只要有破在 没有人 那些姐妹都不怕 然后我们到打篮球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 叫James 哇超厉害 他那个篮球 真是神准的 他去神学院什么都没带 连一本圣经都没带 他只带一个篮球 所以带篮球去神学院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一届 四个去 我们四个年轻人 一个带篮球去 他以为去神学院 就是打篮球 就每次学校 打体育课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喜欢跟James同一队 因为跟他同一队 一定会赢 没有人会跟陈牧师一队 因为我球怎么变他 怎么不知道 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 叫Peter 现在在加拿大 胡证父牧师 哎呀 他那个弹起 跟他一弹起 哎呀 声音又很漂亮 每一次要出去 要限制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我们跟你同一组 所以Paul Peter James Injul 都有人要跟 每一次我们下去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 自己拎着带着 自己走后面 我到一个地步 我连自己都不喜欢 所以我跟神打告 我说 主啊 让我成为一个可爱人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所以各位 又被圣经充满了 我们得重灵了起来 对吗 这是巴布的有一天 在城市附近的人 都喜爱我 Amen 我们知道这个教会 有神的恩典在里面 因为我们这位牧师 要再讲真正事 可以讲到天亮 但我要说 信了耶稣 你一定会成为可爱的人 因为你人际关系改变 你的讲话态度改变 你的习惯改变 你的个性 你的眼光 你的心胸都改变 Amen 所以各位 初代的教会 虽然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多的挑战 但是 各位 The favor of all the people 他们得重你的喜爱 一个可爱的教会 一个充满热情的教会 你不用拉 他们自己都会走进去 Amen 我奉祝了你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也奉祝了你祝福你 让你我的圣灵 成为这样的圣灵 Amen 所以第一个我要讲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 Amen 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热情的教会 Amen 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可爱的教会 Amen 所以各位 包括初代教会有的 在我们这里 我们统统都有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Amen 我身体 可不可以有一首诗歌带牧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有姐妹 我相信上帝要帮助你 上帝要带领我 Hallelujah 给你旁边的一个high five 好不好 告诉他 敬拜热情一点 祷告热情一点 传福音热情一点 Amen Aleluia 感谢主 感谢主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好不好 我所放在你自己的胸前 为你自己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主要我成为一个 热情人 让我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与人同性的人 主 祝福我 使我们的教会因我而改变 主 使我的弟兄姐妹因我 也变得更加的可爱 耶稣 我们感谢祂 Hallelujah Oh 荣耀的神 谢谢 Hallelujah 主 我们要在这里同心和一 吾主 耶稣 祝福我们的教会 主 不再是冷淡了 Oh Hallelujah 是热情的 在祷告上热情 在敬拜里面热情 在传福音的事上热情 在爱人的事上热情 耶稣 我们感谢祂 主 改变我们 主 改变我们 哦 我主 我顺利 你来做奇妙的工作 谢谢耶稣 希望我们 就带领我们 好不好 我神经预备好了 就带领我们来敬拜 哈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